走 沒事就好 沒事就好 對不起 我今天本來想跟蘇眷聊聊 沒想到 我們先回家 走 今天蘇眷帶我去墓地是臨時決定的 沒有別人知道 而且這個照片的拍是距離跟角度 也不可能是遠距離頭拍 你說你那段時間給我打了很多電話 可我手機確實沒有響 肯定是屏蔽了信號了 蘇眷夠狠 連她母親的記憶都能拿來利用 估計那個發錯項目書的陳嵐 也是她的人 對不起啊 我應該 我應該跟你說我的行蹤的 我們都沒有錯 如果再來一次 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沒事就好 對 我應該拿來聽說 大家不要緊張 他也不要緊張 借著